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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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請大家 用最虔誠的心 最親近的心 最慈悲的心 我們一起來 三稱稱念佛號 也要把你的心 先安住下來 南無本事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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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此 願解如來真實意 南無嫩言會上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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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難贊佛發怨文 妙贊總辭不動尊 守嫩言王似稀有 消我一劫顛倒響 福利生起或法身 願今得過城堡王 環度如是橫沙眾 將此身心奉成長 世者名為報佛恩 福請世尊為正名 福濁二世世先怒 如意眾生為成佛 忠不於此取霓環 大雄大利大慈悲 其更省除惟悲 令我早登無上絕 於時方借座道場 順若多性可消亡 朔家挪心無動轉 南無常住十方佛 南無常住十方法 南無常住十方身 南無釋迦摩尼佛 南無佛頂守嫩言 南無歡視音菩薩 南無金剛藏菩薩 好請放閘 好今天是我們的第七講 我們的大佛頂 如來密音修正了意 諸菩薩萬恨守嫩言經 我們上一節講到阿南 為什麼不知道常住真心 來講到真心是清淨心 是圓滿自在坦然 旺心就是我們的凡夫心 有煩惱有計較有分別 有貪嗔有缺陷 所以我們現在坐在這邊 我們在聽 愣眼睛的我們各位菩薩 你們是什麼心 你們是真心還是旺心 真心 真心的話就不要拿起手機來 就不要分心 因為我們會放到YouTube 你們在YouTube上面就可以找 為什麼 其實資料都可以給你們 只是你這個一拿起手機一按下去 你心有沒有分掉 分掉了 你要在這邊調角度 照得清不清楚 那你的心就沒有真心了 你就有分別有缺陷 所以我們要專心 記得佛法 是遞聽 傾聽 真正的把它聽進去 然後放在你的心裡 其實語言文字 我們叫文字道 這個圓語道段 圖片也好 經文也罷 只要是文字的 叫做像 凡所有像 皆是虛妄 所以 金剛經在講 一無所住而生其心 我們雖然在講任人經 其實也不是在講任人經 我們是在 讓你的心 好久好久以前 這一顆 充滿了煩惱 掛愛很多的這顆心 重新 找到回家的路 所以要自在 要坦然 好 那上一講也跟大家講 執心是道場 又此相的故事 最後呢 跟大家講到 七處真心 這個七處真心 這個七處真心 就是阿蘭到處在找心 找了 第一個 職心在身內 第二個職心在身外 職心在根 如琉璃合 阿蘭以琉璃合眼為玉 就是 琉璃就是玻璃 哪一個玻璃 所以這個照在這個眼上面 他說心在那裡 那職心分明暗 這個 其實就是 很多的妄念 我們剛剛講的 迷真期望 因為找不到回鄉的路 你就會找好多的路 這一條走走看 行不通再回來 再往那一條走 我們人生道上不就如此嗎 所以在路上迷了路 就會有很多妄想 到底哪一條路才會找到 才會找到回家的路呢 找到了你就不會在外面流浪了 所以我們因為迷了佛性 本至具主的這個清淨佛性 找不到所以你才會輪回 輪回生死 你也在六道裡面找呢 我們現在在人道 人道很多的妄想 想不開到畜生道 然後再到惡鬼道 地獄道 就是因為妄想太多 所以才有這些 妄想跟習氣 想想我們有多少習氣 這個習氣也不是與生俱來的 有時候是學著學著好奇 我不知道的 你們的時代 我們的時代 應該說五六十年前吧 五六十年前 應該是 在學校是不可以抽煙的 可是呢 你就看到那些流氓在抽 就有人會 好奇 看他那樣子 快樂似神仙 吞雲吐悟 有些同學就好奇 你借我抽抽看 當然一開始你很嗆 很不舒服 那個人呢 他為了 讓你趕快上道 才好讓你做他的小弟 他就免費提供你 你抽著抽著就怎麼樣 會不會抽上癮 會 抽著就抽著就習慣了 所以這個吸煙的習氣 就一直下去了 這個妄想就一直下去 所以你們發覺很多人 他很焦慮的時候 他就會抽煙 然後呢 他吃飽飯他也什麼 飯後一根也什麼 什麼四神仙 連這些話都有 就是我們的習氣 我們的妄想 當然還有很多 那因為習氣不斷 所以我們就找不到 回家的路了 所以啊 其實呢像有的人想 哎呀我學佛多年 我怎麼還沒有開悟呢 我開悟以後才能夠做天神啊 其實想要去做神 這個也是一種妄想 你妄想越多呢 這個習氣呢 就一直增加了 所以佛陀跟安然講啊 你要得到這個手嫩眼大定 你要先 祥福這個五死結以來 的這個妄 你不要認妄為真 認妄為真 我們把這一顆心啊 我們都以為是真心 其實是妄心 如果是真心的話 你就不會起煩惱了 如果是真心 你就不會跟人家計較了 如果你現在是用真心 坐在這邊 剛剛某某居士念我 手機太大聲了 你就不會難過了 你一直講 他怎麼不念別人 怎麼只念我 看我比較好欺負 這個就是妄心 有計較 有分別 有比較 還有想像力 我們的想像力非常豐富 這個台灣話說不要 沒有一隻說在那裡對待 捕風捉影 沒有的事情為什麼被說中 本來沒有 可是我們就怎麼樣 弄假成真 就像一個人 每天都很晚回家 他太太就問他 你為什麼這麼晚 我加班啊 有天大家打電話去找人 不在公司啊 當天回來他太太說 你不是說你在加班嗎 可是公司沒有人啊 那你在哪裡加班 哇 表示什麼 這個謊言就被 被拆穿了 前幾次或許是真的加班 還想說老婆這麼好騙 後來 沒有加班也騙說加班 就叫弄假成真 所以我們的這個妄心 我們都心存僥幸 人都不知道 繼續做 其實啊 都知道 只是怎麼樣 不說破而已啊 所以 這個 不管你是在天道 阿希羅道 地獄道 惡鬼道 出生道 其實都是妄念 都是习氣 所以 佛陀要阿南找這一顆心 心在哪裡呢 阿南說 心在身體裡面啊 那佛陀講 那你應該 知道身體裡面 那等於說 那生死輪迴的眾生 也可以看到 身體裡面的心肝鼻胃脹啊 竟然心在裡面 看得到嗎 看不到啊 看不到我們的筋骨血脈 看不到我們血液流通 也看不到 所以心不在身體裡面 那阿南 不在裡面 那就在外面啊 好像那個爸爸媽媽在問小孩一樣 你錢放哪裡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錢放哪裡了 口袋裡 口袋裡沒有 口袋裡沒有就是哪裡 抽屜 就這個 我們的心 也很可愛 不是這裡就是那 其實根本不知道答案 所以阿南就講 在身外啊 在外面啊 那佛陀就講了 那像燈光一樣 我們現在燈是不是在室內很亮 那應該照亮室內啊 先從照亮室內 再去照門窗啊 然後再照到庭院啊 那一個人他在吃東西 其他人會不會飽啊 不會啊 阿南回答 其他人當然不會飽 那佛陀就說 那為什麼呢 那阿南就講 因為吃東西的人 跟看的人不一樣啊 不同人啊 看的人怎麼會飽呢 所以佛陀就講 你說的那顆心在外面 那心在外面的話 那吃的跟看的都會飽才對啊 因為在外面嘛 你怎麼會知道呢 你心怎麼可以感受到 身體外面的東西 所以 佛以身心不相知 身跟心 你在吃飯別人不會飽 所以他們是兩回事啊 都被佛陀給破解了 好那不在內不在外 那在哪裡啊 在根 我們這個眼根 那 這好像是喔 有人拿了一個水晶碗 蓋在眼睛上面 雖然遮住了眼睛 可是不妨害眼睛看東西 說的好像是真的 像我們戴眼鏡也是一樣 我們不是透過眼鏡看東西 這眼鏡透明的啊 所以是流離 那你既然是用水晶蓋在我們的眼睛前面 那你應該可以看到河流山川啊 你也可以看得到水晶 看得到嗎 我們是透過鏡片 在看世界 我們看不到這個 這個流離碗我們看不到的 所以你那顆心啊 跟玻璃啊 不一樣 如果是在玻璃上面你就看得到他 可是不在玻璃上面 不在流離上面 所以你看不到啊 我們只透過這個流離看外面 所以佛語法欲不起 來破除阿南的這個妄形 好那第四個那信六在哪裡 直信分明暗 如來以不曾見內為破 就是心有明有暗 有光明也有黑暗 反正阿南想到哪裡就說到哪裡 明跟暗 像我們現在 燈光很亮 我們看得到PPT 那如果把燈光 關了以後呢 看得到嗎 看不到了 那如果心有明有暗 燈光暗了你們也是看得到啊 看不到 所以心不在明暗之中 好那第五個呢 第五個說心啊 誰和誰有 既然不在明暗當中 就在什麼 有和之間 所以啊其實這個旺心啊 心在內在外在中間 對我們有何利益呢 如果心你可以得到這一顆心 那表示什麼 它是有體的 它有近 就是說它是有限的 我們知道我們這顆心是無限的 所以有一句禪宗的話叫 心空即地歸 你的心空了 此方這個 有佛心空即地歸 心要空了以後你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降伏行星 像金剛經就講 這個心如果不去降伏它 你怎麼去明這個心呢 就像 達摩祖師來到中國 他一直要找一個傳承者 我們都知道 這個二祖 二祖就是達摩的徒弟 他還沒有 還沒有開悟以前 他是個將軍 他殺了不少人 所以他每天晚上做夢 就夢見 他的手臂在殺人 他痛苦的不得了 眼睛一合 就看到他 他拿著刀在揮砍 所以人家說 這個少林 有個達摩祖師 面臂修行 慧可 為了把這一顆心 按下來 所以他來到達摩祖師的面前 他也是經過一番的 我們都知道這個過程 下雪天 好冷喔 跪好久 達摩祖師在稍微理睬他 你這個誠意不夠 只是在那邊跪 結果會見一會就怎麼樣 就把他的那個 手臂斬斷 所以 這表示他的決心 我 不惜斬斷我的手臂 我也要來求法 所以達摩祖師問他 好 那你要求什麼 他說 弟子 心為靈 我的心一直不安心 晚上做噩夢 請 祖師 請師父 你幫我把心安 達摩祖師說 好啊 那你把你心拿來 我就幫你安 就像佛祖在叫阿南找行一樣 你心在哪 這個 惡祖慧可 他經過那個斷壁 那個很痛喔 達摩祖師叫他把 心拿來我幫你安的時候 他弄了一下 他回答了一句話 他回答了一句話 什麼話呢 我密心了不可得 我找不到這一顆心 所以達摩怎麼說 我無以為如安心境 我已經幫你把心安好了 當下慧可也恍然到 心不是用長的啊 所以密心了不可得 我們講到這邊 大家應該知道 阿南再怎麼找就找不到那個心 因為他把心當一個形體 那如果是一個形體就是有限的 有時空的 我們知道我們這個心 是亘古 穿越古今的 無限的 所以一句密心了不可得的時候 達摩就說我已經幫你把心安好 所以如果一開始 一開始當佛在問阿南 你那顆心在哪裡呢 阿南只要說密心了不可得 後面就沒有記住真心了 也沒有十番顯見 當然我們會說阿南怎麼不夠聰明 其實阿南很聰明的 他只是替眾生在問 他是當其眾 我們就是這麼不聰明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我們都很條崗的有沒有 那個人很壞 我就要試看看他有多壞 那個狗很兇 你也要跟他玩一玩 看他是狗兇還是女兇 你不覺得這很可笑嗎 可是很多人樂此不疲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有一些愚痴的行為 我們自己不知道 就像其實阿南在引導我們 我們這顆心 我們不是常常有時候 我想各位有家庭的人 如果您回憶一下 你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你太太美如天鮮 漂亮的不得了 每天都想看三遍 二十年三十年 怎麼樣 那個三十年前的美如天鮮還在嗎 沒有了 真的都被黃臉婆了 而且一想罵 罵起來 你這個面目可真言語無味 真的都不想看到你 怎麼差那麼多 就是我們的心不安分 意思就是說 所以有人開玩笑啊 他說 如果要結婚要找一個 研究歷史的 最好找一個考古的 越老越值錢 所以啊 我們這顆心呢 何嘗安住過呢 有了一棟房子 可以遮風避雨 好不錯啊 就是為了 人生就為了這個有一個房 可是真的住了兩三年 看到隔壁人家在 在翻修 哇更大 空間更大 你進去參觀 哇這個沙花 國外來的吧 哇這個水晶燈 好漂亮 回去跟你先生講 你怎麼不多賺一點啊 你看人家隔壁啊怎麼樣啊 有沒有 先生是有苦難言啊 隔壁那個是貪污來的 他不能講啊 他先生奉公守法 所以薪水真的沒一點點 我們就是貪心來比較 這個心啊安住不下來 所以有句話叫保暖私什麼 吃飽了穿暖了有房子住了 開始想什麼 想要發展第三世界 所以啊 這個忘心 忘心就是跑到外面流落他鄉 其實呢 你的心在哪 在你的老家 所以舊路還鄉啊 但是我們不肯回家啊 到處煉花惹草 然後在周圍發現 野花哪有家花鄉 經過一般的苦難之後 所以人也很奇怪 不到黃河心不死 不見什麼不掉淚 一定要弄到這樣才知道 好 所以當阿蘭跟他 破除不在身內不在身外 如果阿蘭知道密心了不可得 阿蘭當下就明心見心 可是阿蘭還在找 就像我們眾生一樣 請問我們從小學六年 國中高中大學 碩士博士 一路這樣子念書念過來 你覺得你了解你自己嗎 我們常常說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那我很想問 那你又何成懂你的心 你知道你的心要什麼嗎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對 用思想搖頭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說要來聽楞嚴經嘛 知道就不用來了 我希望你們早點知道 心在那裡沒有跑掉 只是呢 我們胡思亂想 所以叫胡思亂想 我常常有以前找東西 明明就在那裡 我竟然都沒看到 被我媽媽罵被我嫂子罵 怎麼一個作業啊 寫完作業第二天要交作業 找不到作業了 我的印象作業在桌上 然後找不到作業不敢去學校 就在那邊哭 嫂子也罵你看都是你 作業不好好收好害我被媽媽罵 然後媽媽也罵我 這麼不小心 寫了一個晚上的作業 這是不曉得在哪 哭啊哭啊 還是要去上學 把書包背起來 打開書包才發現什麼 作業就在書包裡面 原來我自己 已經把作業收好放進去了 可是第二天一慌啊 人你看一慌 心慌怎麼寫 一個心 在一個荒 荒野草原 荒野草原 你一心荒就 就沒有理智啊 只記得要睡覺前 做業在桌上 那個記憶是錯誤的 那個記憶是錯誤的 所以啊這個就是妄念 妄想 想想我們是不是常常記錯事情 是喔 明明東西被你吃掉了 你還誣賴 誰把我的那個點心吃掉了 你看盒子還丟在那裡 被你誣賴的人很冤枉 老人家會這樣 年紀大了什麼都忘了 做過的事情 吃過的東西 明明才吃過飯 我肚子餓了我還沒吃飯吧 這也是妄念 所以如果你們不想老人痴呆 一定要念楞严經 而且要念楞严奏 常常把這顆心扣住 扣住 你就不會心慌意亂了 好 所以再來呢 隨和隨有 阿蘭說 我現在在想 我的這個思考本體啊 就是我的心的本體啊 他隨著心 跟東西相合 心物相合了 就是有事物作用才有這個心念啊 所以跟著這個事物的癒合 心才存在啊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心沒有本體 就是沒有一個東西跟心相應的話 心就不存在了嗎 那這樣子的話就超出我們的六根 六四啦 就沒辦法說清楚 意思就是說有一個形體來跟心相應 心心相應這樣心才在 那這樣你的手 摸你自己的身體 我們用手摸自己的身體 那你應該是覺知到身體的心啊 因為心在跟身體這樣相助的時候有啊 可以 可是我請問大家 你的左手打右手再怎麼打 打得非常痛 你的心知道嗎 你的心還是心啊 透是肉體感覺的痛啊 我們會這樣講 我的心不痛啊 身體在痛心不會痛啊 對啊 我講個例子就好了 昨天看到一個你在寄給我的 我們打針會不會痛 會 可是有一個醫生他 他在打那個嬰兒小孩子的時候 這個醫生因為他是兒科醫生 他就開始在那邊唱歌 然後拿著那個注射針 就點點嬰兒的頭 點點他的鼻子 就跟他玩起來了 嬰兒就笑啊 然後他玩著玩著他針就下去了 打完了 打完一陣子嬰兒才開始哭 只要一聽 所以 轉移注意力啊 你的心不在那個 針上面他不會痛的啊 那有一個主人更是神了 抱著狗要去打預防針 那狗也很怕偷 結果那個主人就準備了 一盒那個狗喜歡吃的食物 狗就拼命吃食物 針已經打完了 對 所以心不是隨和隨和 他不是有霧他才會感覺 沒有的 那執信在中間 好 心在內跟外的這個中間那一點 到底是哪一點 阿蘭啊 他想到哪裡就 就說在哪裡 其實心喔 心沒有著落 心如果有著落那就好著 我們就不會迷思啦 就不會有那麼多流浪漢在外面不回來 以前流浪漢在日本那個街頭很多 他們不是沒有家耶 他們是有家歸不得 我曾經跟一個流浪漢聊過 他說 他說他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 他生意也很成功賺了很多錢 可是有一次他被騙了 他被騙了整個公司都倒了 在日本那個社會啊 倒下去就 你撐不起來了 他的小孩就被人家笑 哎呀你爸爸是個逃 逃債的 因為人家來逃債 他不敢在家 然後官方也要通緝他 因為他的支票挑票 所以他說他是有家 虧不得 所以如果心有家的話 就不會逃家 不會離家出走 我們現在台北街頭也有很多流浪漢 有些是啊 那種 他不希望 不希望被干預 不希望被管 所以他在外面流浪 反正有吃就吃 有睡就睡 可是前一陣子很冷 一直都被凍死 所以我們要趕快找到自己的家 也就是找到這一顆心 但是這一顆心 沒有一個容器說我把心放在水杯裡 我把心放在口袋裡 然後在這裡我就想到有一些人 出去走著走著就怎麼樣 找不到家了 他不知道他的家在哪裡 他迷失啦 迷失在哪裡呢 迷失在賭場裡 迷失在酒家裡 甚至迷失在什麼 深色場中 還有的人喝著酒喝著喝著就找不到家了有沒有 因為他的理智沒了啊 因為他的理智沒了啊 我有看過那個 有時候女生 在外面跟人家 應酬 然後對方把他 就是要占他便宜 甚至把他放在 大馬路 上就走掉 車子就走 你想啊 那是什麼情況啊 多慘 碰到好心人 會把他送到醫院 碰到那個不好心的人 就更慘 那就是因為這顆心 我們 茫然 你想你為什麼會去喝酒 你想想看 因為你不安心 你要找到朋友 你要訴說你心裡面的苦 希望別人聽你花老勺 可是世界上有人願意 常常花時間聽你花老勺嗎 一次或許可以 兩次三次朋友也怎麼樣 也煩了啊 你這個人怎麼賢貢貴 都說人家怎麼欺負你 人家也不想聽 你有到最後沒有朋友 因為你沒有東西貢獻給別人 你反而占他的時間 讓他跟你一起煩惱 所以啊 這個心啊 也不在中間 好那第七個 直心在無佐 好像在有無之處 阿南到最後講 那不在中間不在內外 不在 不在這個有何 那他應該是不早一切事物吧 心 的本性 不早於一切 那這樣算不算心的本性 快要接近了啦 因為密心了不可得 不早 不早於一切 如來告訴阿南 你說你這一顆心啊 這個心不在一切的地方 那世間上所有的天上地下水 這一切事物 好你都不去執著 那你的心到底還在不在啊 既然你都不執著 不執著就是 不在意耶 那你的心不就是像那個龜殼上面長毛 兔子上面長腳一樣嗎 空無所有啊 那這樣子就 那就不用講什麼執著不執著 因為如果說不執著 就是說他不在 那沒有任何形態外向就是不在 那就空無啦 心就空無嘛 心空無會怎麼樣啊 這表示這個人沒有心耶 我們是不是常罵人家沒心沒肺的 那麻煩了耶 那就失去理智了 所以也不是不執著 也不是說我心無所著 所以古時候的人啊 講七處真心就是在 楞严經裡面的這個七處真心 叫七番破旺 活陀在每一個地方都 找到這個都有缺口 都破除了 所以叫迷真起旺 因為我們的旺念習氣 其實習氣 真的還很多耶 我們我常常我今天早上 在那個萬壽堂水餐 我從兩三年前開始 每個禮每個月水餐 我都會去萬壽堂 跟大家節約 很多都是熟面口 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現在這顆拜禪的心 是真心還是忘念呢 你在拜佛的時候 你在念這個佛號的時候 你有沒有起分別心啊 你有沒有起分別心啊 這個法師的聲音比較好聽 那個法師很會敲慶 這個法師今天怎麼聲音沙啞 你有沒有在懺悔啊 你都在起分別心 大家都點頭 心都跑出去了 然後快到已經12點了 我說 12點了你們現在的心啊 又在想 今天摘糖不想要什麼飯菜啊 可口不可口啊 很正常 一定會跑 所以我可以專注30分鐘喔 不容易耶 其實你自己可以真的實驗一下 我的心能夠專心安住在 你像 聽課當然心都會跑 誦經呢 照說誦經要把心安住在這個 每一個字每一個經文上面 還是會跑掉 這個慶太小了 這個慶太小 誦經這個木魚打得不順耶 你練你的 你還動到木魚順不順 人生可不可以重來啊 電腦可以reset 重來 這顆頭腦 頭腦按的重來會怎麼樣 發起了 會發起 有些可以重來 有些不斷 你造的業 你說的話 你罵人的話 你說對不起啊 我剛剛不是故意的 可是你傷害的那個行為 有沒有存在 有 雖然你跟他道歉了 雖然你說你不是故意的 可是被罵的人心裡很知道 你不是故意的你講不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自我安慰 我不是條崗的 我不是故意的 騙人對不對 你騙自己的心 你心裡面沒有這樣想 你嘴巴說不出來 所以我們常常唯心之論 老天爺都知道這一顆心 講的話跟 心裡想的是怎麼樣 你今天 你今天好棒 你今天好美 你這衣服好時髦 心裡面怎麼樣 心裡面在想 那一身老鼓動 可是你嘴巴就是什麼虛偽 當然我們要說好話 說讓人家歡喜的話 但是不要太過分就真的 好 所以如來的七處真心 就這樣一個一個的破除了阿難的這個執著 然後接著第一卷 這個 第一卷的最後面就是 佛陀在告訴眾生怎麼樣 從迷到悟 在我們經典的35月到36月 佛告阿難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 夜種自然如二差距 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 乃至別成生文圓絕即成外道 諸天魔王即魔眷屬 皆由不知二種根本 錯亂修習猶如主沙 欲成家傳眾今成結 終不能得 這段經文來比較長一點 可是佛如來對阿難講 一切的眾生從久遠以來 他就有種種的妄想 謊念 煩惱 所以有種種的這個不好的慾望 那把他們聚合在一起 就讓這些修行要求解脫的人 他們不能成就無上的智慧 只能遭就就像生文 生文圓絕那樣的修行人 甚至修啊修啊修歪了就變旁門左道 有的還變成磨著磨這些 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兩個根本 所以會著磨 就胡亂修啊 這個胡亂修行就像 這個楞嚴經裡面這個舉例一樣 你煮沙能不能成飯 你把一堆沙拿來煮一直煮 能不能吃啊 怎麼煮也不能吃啊 所以既然經歷了千萬劫 可是也 也不能成功 因為你那個種子是錯的 那個因是錯的 你應該用米來煮啊 怎麼用沙子來煮 所以是哪兩個根本呢 第一個 這個就是無史以來的生史根本 我們要認知這顆心 就是生史根本 所以無史 因為時間 時間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太陽東邊出來日落西山 然後又從東邊出來又日落西山 你沒有辦法找到時間的開始 就好像說 就是一個懸火輪一樣 不曉得從哪裡來 但是我們知道 諸法因緣勝 諸法因緣滅 所以佛陀就是在菩提樹下金剛做到 護到了十二因緣法 所以有因有緣的 煩惱也是從無史 貪真之 所以世間法也好 出世間法也好 都是無史 既然無史就無終 沒有開始就沒有終點 沒有開始就沒有終點 那 就因為這樣眾生就種種顛倒 我們承不承認我們顛倒 不承認哪有 你們搖頭就顛倒了 還說沒顛倒 還說沒顛倒 只要是人會不會做錯事 會啊 做錯事的時候就是顛倒 對啊 所以你們趕快講 很好我們對自己很有信心 其實如果我們從出生到現在 一點錯都沒有 那你們成佛啦我要恭喜你們 所以眾生會錯這是正常的 就像阿蘭在找新一樣 只是到最後要反正就對了 把顛倒了把它扳過來 所以你要有政治政見煩惱就會消滅 所以這些呢我們說這個像 像這個二差距一樣 這個二差距啊 這個是繁文 繁文就是 就是我們顛倒葉種自然 就是我們做一些顛倒的事情 我們就種下了因 你像你們種花就好了 有一句話叫亞苗柱長有沒有聽過 陳宇亞 我想要讓它長快一點我就把它拉高一點 結果都死掉了 我們常常在做的 我也曾經做過 我喜歡種花 然後我就想 讓花快一點 我就澆水 我想我水澆多一點它會長快一點 結果它就 哭掉了 我把根拿起來 爛掉了 原來我花腳 睡覺才 所以啊 我們欲數則 不打堆 對 我們都想要快 我碰到一個人 一個媽媽 應該說一個阿嬤吧 這個阿嬤呢 他小孩子找走 剩下孫子 孫娜 這個孫娜呢 他不學好 常常偷錢 然後有一次啊 阿嬤有一個定存 他想要去付一個費用吧 他要去把定存解開的時候 忽然 銀行跟他講 你定存早就被領功了 我沒有來領啊 他說可是 布子跟 存折跟印章都來了 當然錢就領手 原來誰領的啊 阿孫的 你怎麼把錢領掉了 這個孫兒講 阿嬤你很小氣啊 每次都給我那麼一點點零用錢 我不夠用啊 朋友說 有一個生意 很賺錢 我最想趕快去賺一筆錢 他賺一筆錢阿嬤在想 是不是要讓阿嬤好命 不是 我要賺一筆錢 我要離開你 我要自己去享受 不要讓你管 免得你天天睡睡念 我受不了 結果呢 阿嬤說錢呢 不是賺很多錢 沒有啊被騙了 我還跟別人借錢 跟阿公 不是阿公 跟阿正 阿公 他說能借的我都借了 我只擦地下錢裝沒去借而已 阿嬤說你被騙了多少 不多啦 五六百萬 還不多 阿嬤說五六百萬 你可以買兩間房子 我沒有要買一間 你看 他為什麼會被騙 因地不爭果糟於取 他那個因就不對了 他如果今天做生意是為了 讓阿嬤好命 為了孝順 或許他會真的賺錢 可是 他偷阿嬤的錢 去做生意投資被騙 是因為 他嫌阿嬤怎麼樣 碎碎念 管他管太多 他想要獨立 所以這個種子就種得不好 所以難怪他會被騙 不過可能的是他阿嬤 還得怎麼樣 跟他一起還債 當然啦 我講這個故事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有很多的想法 可是請拜託你們一定要正 你的因一定要正 你因不正 你說你想要成功 你想要賺大錢 老天爺會不會幫你 不會啊 因為你種的種子都不正了 所以你看我們 我們有些很成功的企業家 他們為什麼會成功 就是因為他們賺了錢想要幫助社會大眾 所以就是眾生 社會大家都平安了 他們也平安這樣 所以才會怎麼樣 捨得越捨越得 得到更多 好 所以這個二差距 這個花在印度才有 印度才有這個花 他不長則已 一長就是同時三個果實 這三個果實呢 就好像我們的貨業苦一樣 我們的疑貨 我們的業力 我們的苦 貨業苦 這三個果實呢 無死以來我們就受苦了 受苦就起煩惱 起了煩惱又造業 然後造了業又怎麼樣 又受苦 所以生生世世 都在輪迴 所以修行人怎麼樣能夠得成無上菩提呢 怎麼樣 至少不要入魔 因為你要成佛成無上菩提 菩提有這個四種菩提 以這個佛果 佛果的無上菩提呢 是最好的 所以有一些人 為什麼修著修著變成外道 外道就是門外之道啊 你沒有找對方法 所以在外道 不成外道有的成諸天天神 天神甚至一些魔王 魔子魔孫 這個就是因為他們修錯了 我們剛剛講的 任妄為真法 妄念把習氣 把妄念習氣呢 以為是真的 所以把沙拿來煮了 那怎麼煮都不能承辦 現在有一些外道喔 他跟你講 你要跟著他修喔 你跟著他修呢 你就會開悟了 結果你跟我們叫一忙引眾忙 一個人眼睛看不到 後面跟著他都看不到 前一陣子不是有很多的白衣上座 一些居士啊 托殺是什麼 他已經開悟了 他是什麼 什麼天神派來的 要來救助眾生 看到你就說 你跟我很有緣喔 我們三輩子以前 你就是我的徒弟了 所以你現在要繼續做我的徒弟 你聽他在講 不要亂跟 跟錯了 拜錯人了 真的 末法時代 斜師啊 就是不走正道的那些人 他們也披著 披著袈裟 在說佛說的話 可是做的都是違背佛 佛的行為 所以這個我們一定要有智慧 才不會掉到磨島去 好 所以叫種種顛倒 葉種自然如何差距 這個種種顛倒 你像我們 是不是常常有一些口頭禪 有沒有 你們回想一下 你有什麼口頭禪 像 常常講好煩啊 有沒有 好煩啊 或者是說罵小孩 有什麼口頭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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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沒有講過 有時候 台灣話叫什麼 夭壽 有沒有 我常常在 有時候偶爾聽到電視劇 有人講這個話 但是我們為什麼叫口頭禪 因為 就常講 我們總覺得這個也沒有關係 其實講久了會怎麼樣 你真的會短命 因為你一直 一直講那些不好 你常常罵你的小孩 討債過 討債小孩 他本來是要討一輸子 但是因為 因為你一直叫他討債鬼 他就越討越多了 我以前 我在陳大也教書 我在義手也教書 我班上有個同學 他教了一個別系的一個男朋友 有一天他的男朋友就 就用摩托車送他回家 在路上就碰到另外一個男同學 他們就去吃宵夜 等那個男朋友回來 那個女孩子說 一開口就罵他 你死到哪裡去了 我怎麼打電話都找不到你 我還以為你出什麼 被車抓的 人一擠什麼話都出來 他男朋友很委屈 我說沒有啊 只是碰到小郭 一起去吃宵夜而已 然後那女朋友罵他你是豬 吃宵夜 你不會打電話跟我講一下 你害我急得要命 你看 急得要命 我們常常有沒有把命要掉 也沒有那麼急 可是就是急得要命 電話一直響沒人接 直接就以為你怎麼樣 那個就是不好的事情都出來 我要叫警察去認識 這女生很生氣 你看人一不順心就怎麼樣 控制力就很差 什麼男丁的話都出來 以前台灣人還有人碰到第一名 後面我不用講了 我小時候不懂 我跑去問我阿嬤 阿嬤說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我後來我才搞懂 他罵他那邊漏東西 原來就是死在外面 沒有人認靈 那每一句話都很惡毒 可是為什麼 大家講的習慣 現在可能比較少 我們以前都是那種 不是眷村 就是大家公家用一個保罪 都是同用一個警 然後就會在那邊洗衣服 然後三姑六婆 就在那邊罵來罵去 說東家場西家段 這些話 就在罵另外一半 就是這些形容詞 不能講 這是一種詛咒 因為講多了 真的會 會出現致死 所以這個生氣 控制力差 口無則然 我們就用負面的話 像我們常常罵人家什麼豬 笨死的 因為口業你自己收 你說的壞話 你說的壞話 對方可以拒收 然後就怎麼樣 就回饋到你身上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法會吧 那個法會非常莊嚴 然後法會結束了 那個維羅斯就跟敲木魚的法師說 某某法師啊 你剛剛牧魚是敲得很好 可是你那個聲音 很難聽耶 像狗叫一樣 前面讚嘆怎麼後面變成批評 那個老法師呢 其實是個有證悟的羅漢 他說你口業犯了不得了 而且你還罵了一個有證悟的人 你有果報喔 這個維羅斯趕快的 懺悔鼎禮 他說 他說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覺得聲音很難聽 我就 就這樣出 就這樣出來了 說你送金像狗叫 他要去剁五百年的狗生 你看只是說 說他一生狗叫就要 就要五百年的這個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能不能亂罵人嗎 當你罵人家是豬的時候 你會不會投胎做豬啊 會耶 因為你一直祝福自己啊 對方可以去收喔 他不收 你就罵自己 所以也不要講說 我讓你氣死 你自己要生氣 然後還說我讓你 不知道誰會氣死我不知道 像這些都不要講 因為這個傷痕 語言的傷痕 你再怎麼道歉 傷害已經造成了 你把杯子打破了 你再去把他 黏起來 裂縫在不在 那個裂縫永遠在 所以要講以前 我們先考慮一下 不要講 阿彌陀佛就好 阿彌陀佛 那個人有講阿彌陀佛 這樣就好了 很生氣 可是你要你的情緒平穩 我們至少念一句佛號 那個 至少修了一句佛號的口德 所以我們呢 不要這個 常常 讓這個傷痕啊 留下 甚至想起來都還會隱隱作痛 你想你從小到大 稱讚你的人 你可能忘掉了 罵你的人你記得嗎 我會記得 一世人都會記得 你不會忘掉那個 欺負你的罵你的人 那個都是 每一道都是傷惡 所以我們最好 要做人家的佳肴 做點心 不要做苦果 你看我們去給人家請客 最後是不是甜點 為什麼吃完飯後想要一個點點 就很自然 要想吃個甜甜的 嘴巴裡面想甜甜的 好吃的 所以你要說話也要甜一點 不要一開口 一開口就讓人家什麼 想像 待會兒要說什麼 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所以我們不要做一個 蘭里下咽的菜 菜一端出來 要怎麼樣 讓人家很欣喜 很歡喜 吃得很想再吃 你不要做出一道菜叫做最後一道菜 菜也不肯吃了 所以有一句話說 體驗體驗 體驗就是體諒的開始 要有體貼心 我們被人家侮辱 歧視瞧不起 很難過 可是我們有時候有沒有加諸於別人 有時候也會假 所以不要無情的去傷害別人 所以說天下最好的東西 就是舌頭 舌頭會講好話 會吃很多東西又有營養 天下最壞的東西也是舌頭 為什麼 會罵人 毒蛇有沒有 會詛咒人 所以我們好好善用這個語言 有一個富翁請客 他看到客人怎麼 沒有他預期的多 他就講了一句話 該來的都沒有來 結果在場的客人想 該來的都沒有來 那我們就是不該來的了 走掉一部分了 那個富翁呢 又看一下 走掉一部分 怎麼該走的 不該走的都走了 剩下人說 不該走的都走了 剩下人說 啊 不該走的都走了 那我們這些 不是該走的嗎 大家都走光了 大家都走光了 所以 這個富翁弄巧成拙 他要說話 不會把所有的客人都得罪光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關心別人 要用 要用愛語 不是用詛咒的 我們把小孩罵得這樣 體無反忽 然後呢小孩子很生氣 你最愛說 我是為你好 我剛剛罵那一對都是為你好 你覺得對外會接受嗎 不會啦 他氣都氣了半死還接受 對啊你是為他好 可是你不應該讓他沒面子 這不是用罵的 所以現在學校都 不用打罵教育 要用愛心 可是也有老師跟我說 我們就是愛心太多 所以現在學生無法無天 你管不了了 我說管不了是他 他沒福氣啊 他沒福氣給你管 他哪有福氣你就管得了他 有緣就多管一點 沒緣就知道 放無假鈔 隨言自在 現在的人真的 誰也不可以給人管 像沒有人管 我們香港在座 各位有人管你 你高興嗎 你不喜歡被管 可是有人關心你 你高興吧 我們要關心 但是我們不要怎麼樣 不要那些多管閒事 記得喔 我們都是多管閒事 所以你怎麼樣適當的表達你的關心 真的很難 這叫江山易改 本性難以 所以哪一天你控制不住自己的舌頭的時候 你至少要懂得道歉 有的連一句道歉也不肯 總而言之 就算你做錯了啦 說錯了 可是你至少誠心誠意的 對不起 我不應該說那麼重的話 我上到你的心了 其實呢 我的本意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非常溫和的跟他講這些話 至少他還有怎麼樣 他怒氣會平息一點 他不會完全不聽 所以說身手不打 笑念人 相處難免都有摩擦 我們 都不見得可以做到一個完美的自己 你怎麼能夠要求對方的完美 所以你看最難聽的聲音就是嘲諷 績笑 笑別人 最好聽的聲音是什麼 讚美 鼓掌 鼓掌是一種動態的祝福 那合掌就是一種靜態的祝福 所以有時候我們聽話 聽演講有時候要鼓掌 這個鼓掌其實是個很好的運動 末梢神經的運動 有沒有看到有多人在公園做拍手工 有 鼓掌就是拍手工 而且不要鼓個零三秒 至少 就是一陣子讓你那個手紅起來 這樣子你就不會想睡覺 真的 我說的是真的 因為 那對我們再來一次 因為掌聲很好聽 精神也好起來了 所以你看看鼓掌笑容 天底下最美的聲音 最好的表情 所以我們的口頭慘 不要講那些煩躁的話 我記得上次跟大家講 不要講傷腦筋 因為傷腦筋真的會傷到腦筋 腦筋傷到就會怎麼樣 會中風 所以 你要講好發心 好棒 這件事情要需要稍微花點時間 絕對不要講傷腦筋 因為我聽太多人講了 講過傷腦筋的請舉手 不少 請放下 不知不覺就講了對不對 也要記得 你要講一下 不行我不能傷到腦筋 這樣就不會講 對啊我們都希望腦筋清楚 有腦筋 這樣這個就是口頭慘 所以我們常常要怎麼樣 你做得真好 你好棒喔 你好發心喔 不要講好煩好煩喔 以前有一條歌真的叫 我好煩我好煩我真煩 聽到我都煩了 現在好像沒有了 現在大概因為這個太負面了 所以好煩好煩三冬暖 冷言冷語六月寒 我們講一句好話 三個冬天都會溫暖 那你呢冷言冷語就是 靠小人的 那種話真的 六月天都會冷 是雞皮疙瘩 所以我們要 要怎麼樣做到萬人迷 人家喜歡你就是什麼 我一見你就笑 我一見你就開心 剛剛有師姐笑得很開心 我聽到她的笑聲我也很開心 開心就是一種布施 一種供養 所以要人家喜歡你 你要廣結善緣 那廣結善緣就是要善心 所以你看這個煩字 剛剛講好煩好煩 可是這個字 其實你只要三兩下 就可以把它剝開了 我說三兩下你看 有沒有 把它剝兩下就變順了 這個煩就變順了 同一個字 你只把它剝開來 對啊 你看那個煩就是什麼 自己做一句 有沒有 這是一個火 上火 發火 然後兩個發火就發炎了 火上夾火就發炎了 所以你看這個字 有灰嗎 有灰氣嗎 我們不要火氣啊 有沒有聽到講那個人灰大 有沒有 就是很容易你們會罵人 灰大會傷甘 所以我們把它剝一剝 剝一剝你看 火就變成什麼 水 川有沒有 這個就是川嘛 河川 河川就是川流 就是清涼 所以我們呢 我們的情緒 不要 不要失控 而且不要二次干擾 我們要想為什麼會煩呢 是不是壓力太大了 是不是我坐太久了 坐太久我們就去逛一逛再回來 那中國造智啊 這個印藏古人的智慧 所以你看這個煩跟順 就差 一個是火一個是川 一個上火了 一個清涼了 所以從字體的變化來告訴自己 你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你的情緒要不要花火啊 你絕對不要急喔 你看譬如說 開車 公車快來了 你用跑的 要追上公車 你們說危不危險啊 危險 你寧可遲到 你寧可等下一班車 你都不要急著去趕 像有時候我坐車 車子才一停 對方就說 趕快下車趕快下車 我本來心平氣和 他一說趕快下車 我會不會慌 會慌 趕快下車趕快嘛 趕快下車 結果這個腳沒有踩穩 你們就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急不得啊 不可以催人家趕快 我們自己也快不得也不要叫別人壞 慢一步啊 退一步還擴天空 你有沒有發覺很多意外跟危險就是在什麼 在快 我要趕快 我要趕快結果 結果我就不用講點點點 所以我現在也學會一個本事 他叫我趕快一點 我還是慢一點 雖然心裡有點煩 為什麼每次都叫我快一點 我都已經是六七十歲了 還叫我快一點 你沒有辦法要求他 因為他只有三四十歲 他體會不到你的心境跟你的身體狀況 他只想到 他就已經到了 然後你還不快一點 他是這樣想 對啊都到了你就快一點 當你碰到這樣的晚輩的時候 你要生氣嗎 生氣沒有用 因為那是他的喜氣他的口頭禪 他也說 我也忘了每次想不講就講出來了 忘了 喜氣 喜氣難改 不過最近好一點比較沒講 總而言之 我們要調自己的喜氣 不管外境怎麼樣你的心要不動 要如如不動 不然你就跟著他上火 那就你也還他也還 那這個世界就不好過了 好 所以有一句話叫 末道人間多凡事 知足便是清閒事 這句話多好啊 世間的事情真的每一件都好煩啊 你不要想就順了記得 不要想不上火 不緊張就順了 知足便是清閒 你看這個閒喔 一個門裡面有個月亮 閒情意志 用你的真心 用你的真心 去 把你的真心分享出去 你要樂見每一個人成功啊 就是看到人家成功不要忌妒 這個就是佛陀在楞嚴經講的 無史以來大家就是看不到自己這顆心 在那邊比較計較 所以你越真心啊 你越真心呢 你在中間種下的 種子就越有力 又有力量 你覺得果實就會甜 這裡有一個故事啊 你們知不知道有的人一邊賺很多錢 一邊做社會公益 一邊還可以身體健康 好不好 非常好 又賺錢又生意又可以幫助社會 身體還很健康 有這麼一個人 是真實的人 這個人啊 他專研佛法25年 而且他到西藏 他到印度去求學 他得到了這個博士學位 然後他就開始經營公司 他經營這個一個 他開一個鑽石公司 他公司只是5萬塊美金 一直到後來 他的營業額就超過2億美金了 變成一個大公司 他在自己的公司 財源滾滾的時候 他退了 他開始做什麼 去做老師 去教佛學 他去講演著作 他也研究凡文 藏文 俄文 翻譯 他設立了一個公司的名字 很有意思 這個公司的名字就是 政務商業機構 政務就是開悟的意思 開悟的商業機構 他都教誰 教這些商人 怎麼樣透過禪修 來創造智慧跟創意 所以他的學校很多生意人 很多成功的生意人 他在世界各地講幸福經商之道 做生意要幸福 做生意要幸福 不是奸商 不是唯利是土 一邊做生意 一邊服務社會 所以他不僅幫助很多人 怎麼樣得到財富 然後讓這些人去收獲幸福 他寫了一本書 我說了你們可能都知道 當和尚遇到鑽死 這本書 這本書 所以他叫邁克爾 他把他的商界的體驗 跟他禪修的體驗 這本書一發行 就不斷的翻譯 翻譯25種語言 他最喜歡的一本書就是《金剛經》 他從《金剛經》裡面 得到了很多的啟發 就像佛陀在跟阿南講一樣 心 真心 真心實意 所以有人跟他講你賺了錢 你為什麼還要再去禪修呢 他說我就是去禪修有定義 我就賺更多錢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每一個念頭都是怎麼樣的 我賺的錢要去服務社會大眾 我要做慈善事業 所以呢 他不是說我賺錢我要享受 我要買豪宅 不是的 所以呢 他自己做生意三個原則 第一個做生意要成功要賺錢 然後第二個要想用金錢 知道怎麼要把錢用掉 第三呢他說自己在回顧事業的時候 你要對這個世界有意義 你的存在要對世界有意義 這就很重要 我們現在很多存在對世界沒有意義 那世界少的你一個人不會怎麼樣 多的你一個人不會怎麼樣 多的你一個人不會怎麼樣 可是這樣我們那些偉人 我們說像甘地 這個人家愛因斯坦 我們的佛祖 世界上少了他們怎麼樣 不行 因為他們 創造了很多豐功偉業 所以這個 智慧 要達到內在外在 和諧統一 這樣你才可以去做生意 你的生意呢 才會 才會很順 也就是說 他每一個 每一個金錢 每一個念頭 他都想到 我怎麼樣子 在這個世界 創造存在的意義 其實剛剛講空 他說他喜歡金剛精裡面的一個空 空性 那個眼睛也是講空性 空性的智慧 智慧是空性 智慧不是一個你可以拿來把玩的 不是的 你不執著什麼就來什麼 我們就是太執著了 太執著很多東西 賺了一點錢就怎麼樣 就怕他消失緊握不忘 看上一個人 就怕這個人走掉就把他怎麼樣 捏得緊緊的都被你捏死了 你要空 你要放開來 還有很重要的 這個人他不說謊 他非常誠實 他說你說謊就是種一個壞種子 一個說謊的人可以成大葉嗎 不能成氣的 所以他說你要種下好的種子 你才能夠收穫成功幸福的果實 你像那個利潤 一有利潤他就把它分出去 一有利潤就分出去 所以他希望大家跟他一樣都非常的幸福富有 所以因我們種的因種的好的種子 才會有好的結果 所以你希望你身體健康 你希望你幸福 你要不要從自己開始 要啊 你一天到晚說我很健康我很幸福 可是你又不運動 然後亂吃 怎麼會健康幸福 然後又捨不得不思 今天紅包一百塊 不是一百塊 現在一百塊太少了 過年拿到 我們就拿到五千塊紅包 你是把它放在枕頭底下 或是鎖在你的保險庫 我明年再存五千塊 然後再存五千塊 那你永遠就只有那五千塊 你怎麼用它很重要 你要去買好的種子 善良的種子 不思歡喜不得了 所以啊 這個就是你的行為是對的 你的果也對 所以他講 你結的果實會特別甜 所以佛多講到兩種根本 第一個 一者無始生始根本 則如今者與諸眾生 用攀岩心為自信者 我們剛剛不會講到說 主殺不能成犯嗎 你修行錯了 你選錯了 你這樣做生意會被騙 就是因為你選錯你的夥伴 做了錯誤的決定 中的因也不夠好 所以你要煮一盆美味的菜 你要選對了 所以縱使我們歷盡了萬千劫 因為我們種子種錯 所以沒辦法成功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知道 佛陀跟安安講 你第一個要知道 無始劫以來的生死根本 這個根本就是你跟眾人 都擁有的這一顆心 這顆啊 與諸眾生用攀岩心 我們都用那種 向外攀岩的認知心 你以為這個就是生死的本性 其實這個攀岩心 在維摩經裡面 維摩基講 眾生為什麼會生病 眾生生病的原因就是攀岩 我們太會攀岩了 攀岩就是妄想 就是世心 一個人 當他只有小學畢業的時候 他想 哎呀我要念大學 他真的念了大學 他還想我念博士 這是不是攀岩 不是攀岩 這不是 這是上進 上進跟攀岩不一樣 攀岩突立自己 上進突立別人 我將來拿博士學位 我要去 我要去跟那些教授們做同事 我度他們來學活 這就對了 這叫上進行 我做了博士 我就可以高高在上 我可以用一些以前欺負我的人 我也好好欺負他們一下 這個就是攀岩心 所以同樣的工作 不同的信念 造就了不同的結果 好 所以這個妄想世心 也就是 攀岩就是那個建分 我們巴士裡面的 那象分就是所攀岩 什麼叫建分 我舉個例子 一個商人 他從小被人家欺負 他就想我要賺大錢 我要報復那個欺負我的人 所以這個想要賺大錢的這個人 就是賤 被他報復的人 就是象 所以我們常常講的 能所相 能跟所 一個是主觀 一個是客觀 那三界眾生 不知道 見相 惡分都虛妄 也就是我們這些眾生 不知道 這個要報復的人 跟這個被報復的 通通都是虛妄的 他們只要一顆 平常心就化掉了 所以就騙計所值我們就執著了 就起分別了 其實你看現在為什麼會有戰爭 遇之日世上刀兵節 但聞圖門夜半生 經典早就講過 為什麼世界上刀兵節 因為 因為什麼 我們的口腹之欲 圖門夜半生都是你看 窄殺到半夜都還在窄啊 那個動物的嚎啕哭叫 你看那個肉不是裡邊人 連著外邊人嗎 人吃人啊 因為你現在吃的 你不知道是不是 你過去吃的祖先 他們投胎來了 然後又變成 我記得有一首詩 有一個老和尚化園 然後人家在辦喜酒 娶新娘 老和尚就在那邊唸了 這個六親鍋裡主 牛羊做上課 孫兒娶祖母 你說苦不苦 那個園外出來了 老師父啊 你要化園我們給你啊 你怎麼唸這首祭啊 他說對啊 你看你們這個鍋裡主的啊 都是以前輩子的你的親戚耶 所以六親 六親鍋裡主 牛羊做上課 現在你的賓客 以前都是在你們家做牛做羊 現在他們投胎了 做你的親戚啦 所以牛羊做上課 孫兒娶祖母啊 你看那個新娘 那個孫兒娶祖母就是 新娘是現在新郎的阿嬤 死啦 阿嬤過世啦 投胎啦 變成漂亮的小姐來 阿孫娶 孫兒娶祖母 你說苦不苦 老和尚幹得到啊 所以我們不要跟眾生結怨 你知道你去超市買一塊肉 你怎麼知道他是誰的啊 我們講真的 可能你好幾世以前的親人 所以叫 遇至世上刀兵結 但聞圖門夜半生 所以要吃素 現在很多人都提倡不要殺生 因為你殺生啊 你吃哪一天 你自己也是要被人家吃 被吃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們不要這個苦啊 一直源源相報和死了 所以你要聽聞佛法 佛法難聞 那佛陀就說 因為眾生不認識 不認識生死的根本 把這個攀原心拿來當自信了 所以這邊講的生死的根本啊 是無死的 你沒有辦法去追究 那個最早是誰開始 就像你走著走著你擺一刀 你不曉得誰讓你跌倒 你就這樣跌倒了 你要怪 把石頭踢了 越踢越痛 這個是很自然的 你膝蓋有問題 骨頭怎麼樣 你突然間一軟 你就跪了下來 就跌倒了 所以我們在迷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 我記得我也曾經昏迷過 坐在椅子上 東醫生就昏倒了 昏倒了 被救護車送到加護病房 才知道 醫生後來才告訴我 哎呀師父啊 你那時候全身幾百萬的流感細菌 你再晚來幾分鐘你就上去 我說我還感謝把我送上救護車的人 我要感謝他 可是也要埋怨的 怎麼說呢 我其實可以不用做掌救護車 因為就在我覺得發燒的時候 我說 哎 醫生說叫我要去流感篩選一下 那個人說 哎呀師父啊 你很有福報你沒事的 說我沒事 我就聽他的話 三天一直發燒 就燒到昏倒了 所以我就說 謝謝我醒過來也是你 我會昏倒也是你 他很無辜 其實要怪自己對不對 我們自己當時警覺一點 哎呀雖然很有福報 還是要去篩選一下 不過其實一切其來有這 我們所有的遭遇都有因緣的 今天如果沒有那一段因緣 可能我會不會寫那本聖聖自如的書 今天如果沒有那麼一段因緣 可能我不會在這邊想要跟大家講那個眼睛 我還是繼續教書 過得非常悠閒 就因為那一次的生死 生死關頭自己覺醒 無常什麼時候來不知道 所以呢我們要把握機會 那今天呢 其實時間也到了 我們還有一些 這個智慧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來聽論眼睛 我們希望求得智慧 求得智慧你要種一顆好的菩提種子 所以人生的旅途中啊 難免有一些不如意的裂縫 有一個挑水公 他就拿了兩個水罐 一個完好無缺 一個有裂縫 那每一天早上這個挑水公 就拎個水罐去打水 可是他 他的水罐呢 一邊是滿的 一邊常常剩下一半 因為有裂縫嘛 水就漏了 那個完美的水罐啊 就嘲笑這個有裂縫水罐 可是你看 你啊就是有裂縫啊 這個所以水都打不滿 他就很自卑 有一天 挑水公打水啊 有裂縫的水罐啊 他就很難過啊 他說對不起啊 因為我有裂縫讓你水呢 只挑一半 那個時候啊 這個挑水都跟他講 沒有浪費一點都沒有浪費 你看看喔 你看看我回家路上 開滿了鮮花 所以他就拎著水罐往回走 果然 有裂縫的水罐發現他那一排 開滿了鮮花 沒有裂縫水罐這一邊啊 都沒有花 所以這個挑水公就講 我故意在你這一邊 撒上一些花的種子 因為你有裂縫 所以每天都會灌溉 就讓這些花每天都喝到足夠的水 所以才開出了美麗的鮮花 如果不是你我怎麼可能 有這麼好的鮮花 採回去供火呢 那有裂縫的水罐聽到這裡 開心了 所以人啊沒有十全十美 所以人的旅途中 難免有一些不如意的裂縫 我們善於利用這些裂縫 可以開出莊點 我們心靈花園的美麗的鮮花 阿彌陀佛 拍手恭念的不錯喔 好那我們一起來 懺悔花園 往昔所造諸二葉 皆由無始貪增吃 重生與意之所生 我今一切皆懺悔 眾生無邊寺願度 煩惱無盡寺願段 法門無量寺願學 佛道無上寺願成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 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 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 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 慈悲喜捨騙法皆 祈福節緣利人天 禪盡戒恨平等人 禪惠感恩大怨心 好 阿彌陀佛祝大家 獨益吉祥 我說既言 無病低利 善有低欽 知足低腹 夜晚低樂 祝大家心想事成 無慧俱真 阿彌陀佛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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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